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內地政策漸加力 紐約旗幼,逐破底 股市還行,沒有運限 資金流向,提財股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存一,恆市跌了49點 收報24,330點 成交銀珠,900億也不夠 只有898億 上星期五的時候 股市其實有些撲上去的感覺 恆市當日最高見過24,666點 是本輪反彈以來的最高位 是的,美股和A股 其實都有一些凸頭的感覺 但是今天回來 由於美股期貨跌 美股期貨跌 原因是因為紐約旗有下跌 所以搞到今天港股沒有什麼運限 縱市內地上星期五 中央政治局開完會 說會減息、降準 以及增加貸款 一連串的政策都會出台 無論是財測、幣測都會加力 按照理好 是利好家的 今天內地是減息了 LPR減低了 即是內地現在是Benchmark的利率 一年期利率減低20點 去到3.85厘 五年期減低10點 去到4.65厘 至今日內地股市都有一些上漲 其實內地股市是可以的 雖然它不是勁升 因為都不是很大幅的減息 不過可惜香港 就受到導致期貨下跌的影響 導致期貨下跌 最主要因為 剛才說的 紐約旗油破了底 一直撒下去 為什麼會撒下去 因為它結算 它結算了今天 明天未必一定會撒下去 不過總之今天就影響了 在這個大形勢下 即是內地的表現比較好 外圍表現又很害怕的時候 所以今天港股 就有一個發上發落 最終牛皮偏遠的感覺 即是跌了50點左右 恆新指數如果是49.98 如果是49點實際跌50點左右 成家亦都收縮了 大市就還行 沒有運閒 那些資金如何 就流入提財股 提財股等會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醫療相關的股份 繼續表現得好 逐個逐個來看 今天恆新指數 大家先看一幅圖 打橫行 上個星期五衝上去 2466 但也是陰燭 現在也是打橫行格局 最重要的是守住2萬3千8 守不住2萬3千8 那又是轉淡的 如果要守住2萬3千8 才叫做為之 有機會衝上去 為何今天上不到 就是因為 其實是紐約旗有那邊 大家看到 紐約旗有跌到14.8 就是很多年的低位 不停滑 當然這個因素 除了大家擔心需求不足之外 肯定還有跟今天結算有關 踩到它盡 為何這樣說 因為下一張旗子合約的旗有 其實是沒有那麼低的 在22個多 而這個布蘭特旗有 也沒有那麼低的 在27個多 所以它真是特別低的 14.8 這些是擺明 真是一個殺到 因為它結算 這一刻來看 油價的需求很低 所以這一刻的油 其油的價很低 下一張合約 可能是三個月後的 那時候大家看 也沒有那麼淡 所以可以說差比較遠的那個價 油價撒下來 所以搞到今天港股繼續偏遠 因為導致期貨 都跌幾百點 二三百 二百多點 曾經有波動的 有時跌少些的時候 港股就彈一彈 好了 但整體來看 我覺得最關心 都是A股有沒有得上 因為香港很多股份 實際上是和內地的關係密切一點 現在內地股份 在香港的貢獻盈利也好 市值比重也好 都過了一半 所以再加上本地股 很多都是和內地的經濟息息相關 譬如豪島 看內地好沒有 所以內地的關係會比較大 如果內地的經濟好 A股的走勢好 就對港股有利多些 你看得到 都是隔著頭上 今天陽足收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 雖然升幅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個 比較理想的反彈趨勢 剛才說過 因為它減了息 另外 除了貨幣政策減息之外 財政政策其實都很積極 財政部預算師 一級巡視員黃黑冰 今天在新聞發布會說 近期計劃提前下達 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壓度 下放一萬億元 為數的都不少 地方債 都可以對經濟的刺激 有支持作用 現在市場說到 內地的政策 逐漸加力 最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 財政方面 提高赤字預算 發行特別割債 以及增加地方專項債 剛才也說到 財政部已經說 會提前下達一萬億元的地方專項債 貨幣政策也在減息 逐步逐步減 你要明白一年期利率 現在貸款利率 收窄 所以在減息的時候 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內地的銀行股會不利 大家要小心這件事 但有利的就是整體整個貸款 中小企 另外就是地方專項債發得多出去 即是基建相關的 會有利 所以水泥股都做得好 所以大家要看 究竟這些錢流向哪裏 今天港股 A股是上的 油價下 上日道指也有些枸頭 又是凸了個頭出來 是嗎? 道指凸了個頭出來 2萬4支上收 收2萬4千2百點 上證指數也凸了個頭上去 恆生指數凸不到 就是因為受到紐約期有下跌 導致期貨跌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凸不到上去 這個就比較可惜 但是市場如果不跌穿2、3、8 都不是現在即時看淡 有些股份升了很多 但有些題材股 都還是吸引到資金流入 今天跟大家說 就是醫療相關 記得上一陣子也跟大家說 平安土醫生會充100元 今天充破了 104.6元 升至近9% 這些股如果有回吐的話 都還是應該要吸納 阿里健康今天也衝上去 創了米周身高 接近全日最高維修 雖然升幅不及平安好醫生 收17.36元 這隻股已經是2千億市值 真是可以是恆子成分股 雖然盈利還不是有很多 阿里的名字 也是內地網上醫藥的股份 它和平安好醫生有什麼不同 這是網上醫療 即是網上看醫生 它的利好這一段上來 就是因為湖北省說 可以公家的錢 支持網上看醫生 所以衝上去 這是網上醫藥 記住分不同 接著那兩隻 就是內地醫療器械相關的股份 也是長升長有的 就是春立醫療 原本這隻股是充100元 今天是因為兩股送三股 就是派過特別股息 所以就調整了舊股價 簡單說你把昨天的股價 就是0.4就是昨天的股價 或者你現在看到昨天的股價 除0.4就是原本的股價 好嗎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它已經除淨了 它已經上了46.05元 再創歷史新高 這裡是一浪 一浪高於一浪 整個疫症期間的時候 大市下跌 根本對它沒有影響 外康醫療也是 一路沖水 也創米洲新高 今天升8.7% 這些是反覆向好的 還有一隻1066 有些醫療股 都是創米洲新高 未能一一中六 簡單來說 大市現在正在橫行 就是因為內地好 其實道指都好 兩個都隔了頭 但是紐約油價下跌 導致期貨跌 就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橫行觀望的態度 在這段觀望期間 資金又找東西去買了 現在流向醫療相關的板塊 其實剛才還有其他板塊 例如水泥股今天也好 未能一一進六 可以留意資金流向哪裏 短期大家可以跟炒 如果你是說我不想短炒 那就繼續觀望 因為大市現在在橫行的格局 是不是有機會衝上去 我覺得A股上 如果道指煤套不多 之後再上 港股是有機會跟隨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